令電工機械110全年度第一次模擬考第2829題 電工機械實習火災與燒燙傷 第2829題目 搶名在電工機械實習中管路發生了火災 請問這個火災是什麼種類應該要怎麼處理 電器發生火災代表的是7類火災 不可以用水也不可以用泡沫來處理滅火 所以他只能用二氧化碳乾粉滅火器來滅火 28題全向C他說關閉了電源 所以他這時候是可以用水來滅火的 所以這一題答案為C 第29題他說發生的水泡是屬於第幾度灼傷 根據資料第一度為皮膚紅腫稍微的刺痛 第二度起水泡 第三度皮膚呈蠟狀白色的皮膚狀 第四度皮膚呈焦炭狀 所以這題答案為B 第二度灼傷 所以28題答案為C 第29題答案為B 謝謝大家 第29題答案為B